来 快进来 进来 快放桌上 我累着了 好 没事 你瞧瞧我哪儿 你多少 在这儿住着还习惯吗 习惯 习惯 比宾馆好多了 还弄做饭呢 那就好 阿姨 我看您上来 熟门熟路的 怎么就不认识路了 我那儿走着走 不就醒起来 今天周末 不用上班吗 不上班 那留下来陪阿姨吃饭 好啊 你们城里的菜啊 就是贵 一个青菜还要四块钱 阿姨那地里啊 一抓一大把 吃都吃不完 阿姨还会种地呢 真厉害 大米 茄子 土豆 黄瓜 阿姨都会种 用的都是自家的 农家肥种出来的 你们城里人都抢着买 说是什么 绿色天然 你要不要 我给你系一点 我 我不会做饭 但是我能学 学学好 女孩子要学会照顾自己 不过 我们家文波 那烧得一手好菜 以后让他教你 好呀 小夏 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二十六了 属狗的 属狗的呀 我们家文波 属马的 属狗的好 跟属马的还挺配 小夏 有对笑吗 没有 那打你四岁 能接受吗 阿姨名人不说暗话 我问你 你是不是 瞧上我们家文波了 我 没瞧上 不是 不是 瞧上了 瞧上了 不能更喜欢了 那傻小子 你瞧上过什么了 我觉得他傻得特别可爱 而且 又憨厚又老实 还特别有血性 反正哪都好 只要你说好 咱们就干 我那儿子啊 就是个鲁鱼狼狈 得敲他两下 他才能明白呢 阿姨 我觉得 我都快敲破了 就是他每天跟着他屁股 后面跑 那是你方法 不对 这一回啊 有阿姨帮你 这叫屋里有人 阿姨 要是文波有您一半出去 哪儿那么难提啊 文波跟他爸一样老实 一般的女孩 那逗不了他 他最喜欢吃的鸡蛋饼 你要不要学 米哥 还有什么家小弟做的 赶紧去吧 找你的小姐哥去 你新早飞走了 人家在干吗 好嘞 那我走了啊 走吧 给你我一杯酒 妈 我回来了 小夏 你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今天出去 把菜迷路了 还好小夏把我送回来 楼下就是菜市场 在家里我 见你走三里路 也没见你迷过路啊 那城里路路 比不得咱们乡下 那一条直道走到底 怎么 嫌弃你妈 没进过大城市啊 不 我不是意思 我说您以后有事 直接找我 连小夏工作忙 你 没关系 我最近不忙的 还找你呢 您的一执行任务 我手机就关机 能找着你人 那才见鬼呢 来 赶紧坐下吃饭吧 来 尝尝那鸡蛋饼 好吃吗 妈 有点咸了 这照你在家的手 又踏远了 你看这 这形状落得奇奇怪怪的 这儿 这是阿姨教我 我做的 可能 颜色有点道多了 我吃着挺好的 你白天出那么多汗 多吃点颜好 你看 再吃两口 你也没选钱 还挺好吃的 多吃点 别客气啊 阿姨把你当自己人的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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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人家城市姑娘 多注重身材 减肥 减什么肥啊 她那么瘦了 多吃食肚 知道吗 再说了 太瘦了呀 不好生养了 妈 人家姑娘家家 再说人家胖瘦 跟你有什么关系 快吃吧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她跟我关系大着呢 来 来了 来 谢谢阿姨 够了 够了 你们喝 喝得烫 就心心相应 永结童心 别跟我妈 吃饭 喂 对啊 我这儿又给文波 找了个对象 我们文波有对象了 不用介绍了 什么 啥时候的事啊 刚谈上的 城里姑娘 搞价可好呢 长得也俊 干记者的 文化人 刚带我去 烫了头 二婶 我妈瞎说 别拉我 这聊着呢 我说你啊 就别嫌吃萝卜蛋操心了 我们文波啊 在城里啊 那抢手着呢 妈 你能不能别跟二婶瞎说 哪有的事啊 谁让她那么不靠谱 她二婶啊 去年给介绍了个姑娘 一到家里 一看 没有新房子 她掉头就走 你说我这老脸 往哪儿放呀 我在村里还怎么见人呀 对吧 对 绝对不能像这种低头 就是 晓晓 你不是这种视力言吧 明白了 没这儿阿姨 以后我有房子的 我吃好了 你慢慢吃啊 别理他 咱们吃 吃 阿姨您看这个 其实特别简单 这个小动物 三个一样的 只要连在一起 你看这消暑了 你谢谢 主动洗碗 我儿子不错了 所以您能想清福啦 又纵个好儿子 这动哪儿 就是 这样 对 你看 就是文波如果工作 特别忙 没时间陪您的话 您就可以自己玩 开心消消乐 打发时间多好呀 我手机上 没这功能 还得等你一来啊 借给我玩 你脖子怎么了 怎么红了 就特别痒 小波 你快来看看 小夏这脖子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 你这过敏了吧 吃个蛋饼也能中招啊 啊 我对鸡蛋过敏 你不能吃鸡蛋 怎么不说呀 别别别 别闹 这样 我带你去医院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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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点药膏就好了 我帮你问过了啊 你就是轻微的过敏 你吃两三天药就行 谢谢你啊 米卡 就是 你这 会不会痒啊 你别挠啊 不痒啊 谁让你这么不小心的呢 只有一小块鸡蛋饼 我以为也没事呢 文波妈妈给我加的 我不好意思不说 这说文波到底给你灌 什么迷魂汤啊 他妈妈给你一条鸡蛋饼 你就不好意思拒绝 我跟你说这回不一样 阿姨可喜欢我了 好 喜欢你 都喜欢你 那我等会儿去接你 你别来 米卡 你有事 不能来接我啊 那好吧 那好吧 你先忙吧 不用管我了 拜拜 米医生吗 他在忙着呢 药卖好了 谢谢啊 我们走吧 你说你这 怎么这么严重啊 疼 对不起 我 我轻点 那边是不是也得磨点 这回不疼了吧 好 好 好了 你回去记着啊 一定要把西药要吃上 你说你自己也不小心点 你明知道自己吃这段过敏 你还非要吃 身体是工作的本钱 这不影响工作吗 我其实就想尝呀 那为什么要尝尝啊 因为阿姨说你喜欢吃 我就想尝尝你喜欢的味道 我 我妈那个人就那样 她的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我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 她看出来我喜欢你 所以想撮合咱俩呗 你吃惊干吗 你又不是刚知道我喜欢你 只过我第一次说而已 那个我 我是觉得 行了 这个 那个 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接受我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努力 我也可以等 我会 向你证明我软性下 是个好姑娘 你跟我好不吃亏 我 我 我知道你 你是特别好的姑娘 我 那个 我 到家了 那我先上去了 你到家了 这儿就你家呀 我要是刚才告诉你 我到家了 你还会坐在这儿 替我擦药吗 你 你 别叹气 我的小心思 多着呢 我 我是 你今天才见识的 我去 喂 行队 是 我现在就过去 我 朱文波 十二点半了 你去练完了吗 你训练完了 我们去吃饭吧 我还没练完呢 暂时不去了 你自己去吃吧 你不去 我也不去 我等你都结束了 再一起去 你 你这个下来的视频 放抖音上 肯定很快就会爆了 简直太帅了 那我们 现在能去食堂 吃饭了吗 哎 我突然想起来 我下午要去市局 开个会 已经来不及了 我就不陪你去吃饭了 就不要倒了 我就不保识了 选择 装 就是 大小小小小小小匙 然后